在青海省海系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昆仑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青海油田供水供电公司通过对燃气轮机、余热锅炉、蒸汽轮机及各辅助系统进行检查检测,销缺修复,使得停运十年已久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再度开始转动,重启了它的发电使命,并于9月25日并忘成功。 据了解,格尔木燃机电站重启及配套新能源项目也是中国市由首个百万千瓦新能源集中式并网发电项目,该燃机电站的单机容量也为中国西北最大。 燃机电站重启作为青海油田开展,气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关键一步,我们以青海省打造经济能源产业高地为契机,盘活2014年停产的30万千瓦燃机电站, 同时配套建设100万千瓦光伏和50万千瓦风电项目。 格尔木燃机电站已停运十年,再次重启在国内上述首次,历经重重困难,在青海油田公司和多方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多挫并举,缩短配件到货周期,加快检修步伐,必时三个月实现燃机一次性奇迹成功,一次性并网成功。 截至2023年底,作为清洁能源大省的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2.8%,绿色电力发电量占比84.5%,均居中国首位。 这其中,海西州的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占青海省电力总装机的34%,其中的清能源装机占比约为49%,但同时,结构性缺电的短板也较为明显, 该项目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情况,对当地能源结构优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项目的重启将减少对电网主网的过渡依赖,缓解当地结构性缺电的一个情况, 为青海电网提供有工、无工和转动管理支撑,提高于海西电网主网的通道能力, 促进海西区气性能源发展,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戈尔木燃机电站总中继容量300兆瓦,设计年利用5500小时,年发电能力约15亿千瓦时。 重启后,预计年耗天然气约1.88亿立方米,年均上网电量为8.14亿千瓦时。 与此同时,机组还具备将产生的能量充分进行梯极利用的能力,减少了资源与能源的浪费。 咱们的燃气轮机呢,燃烧的就是天然气,天然气进行燃烧以后,产生高温的炙热燃气, 推动我们的燃气轮机进行发电,但是呢,我们的燃气轮机这个烟气呢, 它的余温排烟温度还有535度左右,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烟气的余热, 我们就把它输送到锅炉,加热的这个余热锅炉的水产生蒸气, 进行下一步的利用输送到我们的蒸气轮机,继续推动蒸气轮发电机进行继续做工, 这样就充分利用了把这个能量进行的提及利用,减少了这个资源的浪费,能源的浪费。 盖电站以天然气为燃料,与常规燃煤电厂相比,烟气中有少量一氧化碳, 微量烟尘及一氧化硫,主要污染物为氮氧化物, 经过对燃机电站内,两台燃机燃烧室进行干式低氮改造, 项目中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排放均在国标以下。